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爆发 公立医院隔离病房的使用率接近饱和 为舒缓公共医疗资源紧张的状况 8月1日中午 有港版方舱医院支撑的 香港亚洲博览馆社区治疗设施正式启用 当天早上 记者跟随香港医馆局相关负责人 探访亚博馆内治疗设施的筹备情况 首阶段治疗设施设置在1号展馆 记者看到 展馆外是有医护人员工作的区域 包括中央控制中心、医护穿戴防护装备区等 旁边的大屏幕上 显示的是厂内各区域的监控画面 以及一体鉴于端数据系统 该系统显示患者的生命特征 如血氧、血压、体温等 医护人员可一目了然 走进展馆并需以准备就绪 分隔的独立空间内 设有病床、储物柜、桌椅和台灯等设施 为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患者完成登记入住后 主要通过试项手段与医生进行沟通 患者每天早上自主完成血压、体温等各项指标测量后 结果将呈现在展馆外的大屏幕上 此外 厂内还设有X光室、浴室、休闲区域等 据工作人员介绍 患者可在病区内自由活动 但仅仅不要拒绝 这次是我们医管局第一次 能够将一个inpatient 我们的住院能够比较近似一个医院的模式 伸展到到社区那里 我们初到预计 今天和明天我们收的病人的数目 都会是大概30左右 20到30左右 我们之后再看过需要和我们的运作 看看能够多一些这些病人可以转送来这里 我们的目标都希望能够可以将一些社区的病人 在这里作出分流 然后给一个适当的治疗 以及一个适当的住院给他 据悉 亚伯馆社区治疗设施 主要接受18至60岁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首阶段可提供约500张病床 患者经72小时观察后 若情况稳定 可以转到离云门隔离设施 若病情恶化 则转送公立医院接受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